哦 不过这首看YTG似乎是不换人 继续以这样一个阵容去进行一个摸索 没错 不过换人申请是要在 不是说结束了之后能换 是要提前申请的 是的 就是说现在想换其实也不能换 打完之后想换也不能换的 必须要提前 这时候也是没有准备换 那么回顾到刚才的一个游戏当中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话 主要是双方射手的一个对抗 而且是YTG尝试了一手 对 王昭君终担 主要是王昭君 敌人杰那一手其实还好 但是王昭君终担这手 发现其实效果不好 这个原因不是王昭君不强 昨天还有小伙伴在微博上问我 我觉得王昭君已经有很强的不上比赛 我现在回答你 原因很简单 因为职业选手的反应速度跟眼力都太好了 开大基本上是秒断的 我们先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场对决 之前双方战成一比一平 现在是YTG处于蓝方 也是事关GK是否能够拿到 保际赛名额的一场关键性比赛 是的 就看这场 那么这边YTG是手绊掉了一个貂蝉 阿柯继续绊掉了 GK是对阿柯有多大的恐惧啊 YTG这里才很好嘛 要不搬三个上单要搬三个中单 有意思了 上一手搬个诸葛亮 不过GK这边的一个法师 其实用的真的还是不错 尤其是这个高剑离 没错 他们非常喜欢用这个点 是 然后再加上一个不知火舞 于卿的高剑离嘛 极强了 一尬的这个不知火舞 是一个流浪歌手 配上一个铁扇公主 是 很强 这边二选择绊掉了一个动方开 你看我给你讲三手终掉了 三个 那么这样的话YTG一手是把抢不知火舞 真有可能 现在的话法师位置真的不多了 我觉得他们一手不一定会动法师 你信吗 还是应该会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直接抢完上单 等你编故拿完我怼个干将出来 有可能干将如果拿 不会在前面两手拿的这个英雄 一定是会放到三四手 或者说四五手呢 看双方的一个选择吧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上单和打野位置 包括射手位置都在 马可波罗半条 那么这样关羽在场外 但是拿不拿 Russif不在 还好 我觉得关羽这个点的话 虽然说很强 但是现在上单位置 主要全部都在 杨检曹操花木兰都在 这个真的是挑战自我的选择 所有T1上单全在 我不要 我就要二爷 是 跑马的汉子这局能不能跑起来 上一局是跑起来了 这场给谁啊 也不好说 Lucifer已经去场下休息了 要不Ending再来一场 是 来一个这个 辅助关羽 其实说实话这场比赛的话 关羽这个点 确实也不知道给哪位选择用 因为上一局的话 主要是这两名选择 也是刚上没多久 是 我倒觉得Ending再打一把 这个刺客吧 是不是 一个赛季也就这两回 进入季后赛估计 你也没机会打刺客 是吧 那我说我们看一下GK这边 爽一下 一二选拿掉花木兰 花木兰 我就可以再来一手 老夫子去打开 我觉得曹操不错 老夫子如果说 遇到关羽的话 那真的是天客 是 曹操是不错是为什么 就是说他不用刻意去针对谁 曹操加花木兰 两路边线是稳的 这两手 这两手 因为曹操比老夫子强 在哪个地方我觉得 首先曹操他打团 就比老夫子强 对 第二的话他的一个综合素质 要强 技能容错率高 他的技能是范围型的那种 是 而他能单带 能跨墙 什么都能干 这样 这比老夫子要优势一点 是 机动性 主要是不需要太多的操作 就是我 不说我拿到 剩下一个露娜也拿到 这样的话又是一个双法 但是我觉得如果GK这边够狠 我就直接掏个老夫子 边路曹操打野 每个人出两个魔抗装 我看你怎么打 也有这种打法 对 然后我肉死你 我辅助再拿个张飞 拿到一个 对吧 老夫子其实不错 真的拿个老夫子曹操打野 我不干别的 我就肉死你 就打不受的阵容 对 拿着一个李元芳 李元芳 我还在想要真的来再狠一点 是吧 这个 中单 再来个杨俭 好吧 我跟你说 杨俭 花木兰 曹操 张飞 带个老夫子 无法式阵容 一人两个魔抗装 加一双魔抗鞋 求你打死我 对 无法式阵容 这个人就是怼的那种是吧 对 无战式阵容 见面就往上钢 你都看不清谁是谁 这个有点凶 但是后期会被打成狗 对 我觉得我想的有点多 是 感谢YDG 但我真觉得刚才如果真拿个老夫子 其实不错 曹操打野 效果也蛮好 现在中单位置是GK需要考虑的 因为没有法式 中单位置GK你想想还能拿谁 我觉得 莫子 银正吧 银正 银正尚为可以 银正有点怕关羽 对 关羽打银正 尤其露娜打银正才好打 那现在来说法式位置 确实给GK来说不多了 我们看看YDG这两选 怎么样选择 他们现在还有一个射手位 如果射手位不拿的话 其实现在的话拿到一个战士也不错 不过如果说拿了一个双法的话 应该会是无射手阵容 确实 这是三法 也算吧 这真的是三法 战亿这人都是法强 因为也是做了一个改动 他的一个技能加成是法强越多 加成越高 是 GK的法师就变成了本场最有意思的一个点 昨天你们还 昨天你们是不是还讨论这个太乙真人是否中单的位置 没错 对 我倒觉得GK这场可以试试干匠 干匠遇到关羽是不是在想吐 还是不要了吧 对 我觉得对面这个阵容干匠不好 因为太乙真人如果出唇法强是蛮克干匠的 现在GK这边有点卡住了 莫子 哇 这个头像真的帅 是吧 我知道你特别喜欢 是 本命英雄 现在你非常遗憾的就是龙骑士还没有改 对吧 他好些龙骑士的技能特效也是有改 但是模型还没动 对 我在等他的模型改变 不过这首 看阵容上当然其实还好 莫子虽然是有点发育慢 但是莫子线上真的是不虚 对线他一般 我这么说吧 莫子中单谁都虚 就是不太虚不知火舞 有一定 他不怕你去这个 对你要近战你就来嘛 对 然后这首的话前期李延芳稳一下节奏 对 就打野曹操 打野李源芳 莫子这个点的话 其实对于露娜和这个关羽 其实都有点克制 这首中单拿的还算不错 不过关羽拿进化是不虚莫子的 随便怎么拿 但是露娜这边就可能难受一点了 可能进来的话就被大招框住了 是 不过 吕布这个英雄是天克莫子的大招 只要你开大我就开大 是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阵容已经敲定完毕 YTG这边拿到的是 吕布 不知火舞 关羽 露娜以及太阵人 GK是花木兰 莫子 张飞 曹操 李源芳 是的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YTG这边没有射手 在后期推打方面 可能就更多的依赖于吕布这个点 是 必定手长 一个大招跳下去做A两下 三法 是 不 这叫两个半法 这不叫三法 两个半法阵容有点强 可以预见到 YTG这边后面推塔 应该是拿人头去踢 是 然后吕布大招跳完 关羽往里 关羽往里冲 对 一码头 然后A两下就撤 这个炉子进去炸一下 这个真的 大罐子进去封一下 回天面地 确实推打是他们的一个问题 不过GK这边的话 因为有李源芳存在 是 控制野鞠以及防御塔的话 应该会相对容易一点 其实我看到莫子这头像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这个英雄在设计的时候 他其实是 他这是一个机甲 而且这个机甲特别大 只有你都知道 就是老夫子是坐在他手上的 你知道吗 只有你都知道 对 你去看那张图 老夫子其实在机甲内 他是坐在莫子这个机甲手上 他不是常人大小 他是长得跟奥特曼一样大 你知道吗 是 这个头像就能看出他很大 之前头像看不出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是关羽高 还是莫子高 还是莫子高 是 好 现在进入我们的游戏 看一下双方的决胜剧 蓝色帮YDG 红色帮GK 就是GK的生死决战 我是今天的解说 第九 我是九天 来 看一下双方的一技团 这边炉子的话 开起来的一技团就炸一波 哇 这个伤害 直接炸一半管 这是纯法强名闻啊 我觉得应该是纯法强 101的法强 对 100以上的这个法强 这个炸太痛了 你是个bug 对 这一炸真的是鬼天秘地 你看这个蓝buff 哎呦 混血了 这个就有点难受了 哎 蓝buff拯救世界 是的 这波蓝一旦回血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李云芳和曹操这边反野的话 就会非常舒服 我觉得于清当心里是真的 一万匹草泥马狂奔而过 这是什么东西啊 也是不好说 因为主要是 这个野怪拉拖战也不是他想的 不是 主要是这个炸得太痛了 我觉得如果你想一下 这个阵容力如果再有个菊油精 那就是上线一个莫子还没动 被动一箭一个炸没了 对 王炸 没错 这个太乙真人不是一般的炸 这是四个二 你知道吗 应该来说的话 一级爆发 你要论爆发的话真的 太乙真人如果是纯法相的话 他只要蓄满了一技能 炸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是 真的是吓人 这叫真炉子 是 是真炸弹 上路 曹操对到吕布 其实这就是太乙真人这个版本强势的点 没错 上来高 不过这进击号莫子还真的是帅 而他这个皮肤有个特点 就是他走路脚上带光 平A手上带光 对 六块钱超值皮肤 是 我之后会已经涨价了吧 到现在 还是六块 过一阵会涨 你看关羽这个点的话 也是各处有走 上路的话 一脚 直接一刀 这一刀批不回自己 他俩 是 可是刚刚一脚跺下去 其实更好一点 是 一脚跺下去就这个 吕布再跟上吸一口 主要是 可能跺完之后你刮不出第二下 刮不出一技能就被别人跑 卡串鞋 夏天这边做到了 你看GK这边打这个暴君非常快速度 来 现在YTG全队伤害最高的是这个辅助 一炸 炸过去 暴君还是被拿到 不过这波能够继续追击 看一下中间花木兰 关羽这边转不死 这个花木兰有点肉 这边的话YTG全面残血 繁大一波 Yellow这边杀得太高了 曹操 这点的话没办法 这就是这一条暴君的作用 一刀没有劈死 全是盾 真的 中箭太能扛了 看这一波的话GK打得非常漂亮 拿掉了暴君之后 还拿到了四个人头 当然挺出过我意料之外 这个 泰战没把那暴君炸死 对 刚刚我也是以为可以炸掉 我觉得是会被他炸死的 对 那干净李云芳这个点的话 控龙确实强 对 秒到四 一到四的话中间花木兰 立马就打不死 这个节奏GK太舒服了 因为莫子这边瞬间起飞 是 莫子前期有这么一波团战 节奏就舒服了 莫子拿三个主攻 而主要的话是曹操这个点 拿到了两个人头 是 这样的话上单的话 应该是不需这个 旅步了 大装备 曹操这边是 冰横之我 先冰横 没错 然后再抽到 不管是保命装也好 还是抽到一个输出装也好 也好 我觉得两件装备之前 曹操还是不是旅步的对手 冰横之我这件装备 非常适合曹操 主要是因为曹操的技能 他可以延迟释放 尤其是一技能 虽然说技能上面写的是短暂 可以短暂使用 但是确实 这个短暂也没多久 第三段大概有将近五秒钟了 是 这短暂其实有两个多小时 所以说他这个配合上 冰横之握的被动的话 其实可以打出非常多的特效 对 而且他可以双个粘人 二技能还有个减速 对 看一下 露娜 这一场是比较关键点 Ending 你看Ending 是不是又来个刺客 直接在做他的一个进化水镜 露娜的节奏在前期 因为这个蓝buff 回血 其实有点伤 真的有点伤 本来 本来那个蓝buff是一个很稳的游牌 对 因为露娜一般反对面的蓝 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地方 就是如果说你能提前把这个蓝buff打掉的话 你可以迅速回防自己的野区 但是刚刚由于在对面的野区拖延太长时间了 所以几方上半部的野区 几乎是全部沦陷 这个很难受 直接是断这条冰线 那么这样的话上入这个防御场 有可能会不保 尤其旅援方 张飞可以打速度非常快 是 但是蓝buff近面了 这边 直接回推起了 莫子秒掉了 这是又是炸了一下 刹太高了 炸一下接关羽的伤害是露娜 张飞回头一个推 这个 这手我觉得反打的不是特别好 其实这里应该很难击杀对方 看这里的话这波团战应该是打不起来了 蓝buff闪眼走 主要是流人技能比较散 没错 这边这边 因为 武装的中央的莫子先倒 所以本来少人 这手还要打 露娜要飘 炸三个 炸三个伤害很高 张飞现在没有大招 关羽来了 关羽怎么跑不动 一技能转死个张飞 是 你真的是兄弟相三 又一炸 一炸直接炸死了李云芳 没错 蜜神这边 这复活好像 差了一点点 这复活消失了一瞬间 时间应该是消失了 我真的夏天今天告诉你 我不是来打王主要的 我是来斗地煮的 是吗 真的 这一场一波团战炸三回 对 这个那吓人 我看下现在的话 这个太乙真已经出了一个 什么装备了都看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出了一个回奖 没问题 这波其实GK团战也没亏 差一个 出了一个法川喜 就是比较轻易的 那一波把太乙真人最后给打死 如果让他复活再站起来 你就学会 莫子的话这一炮相当痛 虽然说装备也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打脆皮确实 卫里姐这边脆皮还是相当多的 而且莫子的二技能提固定伤害 升级 升级高了会慢慢变痛 嗯 主要现在的话 GK那是一个刚才本来团战机 他们是不会劣势的 在舞台上 他们先手那一下有点仓促 GK这边是选择开到一个暴军 是 暴军的话现在打得还比较快 主要是普通的暴军 对于李文芳来说不是问题 是 这个大刀一丢下去 这种伤害太爆表了 没错 上路的话又打起来 对 看一下上路 两个怎么说战士护农 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 我想这个关键是 都能走 这一下 这一标如果 这一标LR想拆塔 如果丢到不住后5上 一两下这个不住后5倒了 是 大家知道李文芳这个标记 一旦是丢到人家身上之后 他的普攻也能附带额外伤害 是 李文芳那是个定时炸弹 所以打得会非常痛 哇 这下你真的是不怕被 这个蓝BUFF是没有拿到 结尾抢回来了 但是是拿命抢 这一下如果在过程当中 被莫子炮到了直接死 是的 这个成绩又抢到了 今天这波结尾可以的 没错 IMF这场难受 对面的话 巴木兰第一个大剑座 都做冰横之我 有这个的话直接月塔 强杀炉子 直接带走了 莫子大招时间特别长 你死了之后我大招不断 你站起来还在我大招里 是 这也是有点克制 对面的一个复活流 是 对 就说到 其实莫子最喜欢的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 就打复活甲 莫子喜欢复活甲 对 结束站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 你死了之后 我就站在你尸体上面放个大招 对 我开个大招 然后我就上个厕所 回来你就死了 是的 或者是什么都不用做 是 就直接被打死了 没错 GK现在的话占据了一定的场面优势 对 你看GK的装备 两杆兵很粗 我现在手里 我真的 我真的 关于打扮 两个人一人还有一个二技能减速 不这里真的是白马王子也不好使 是 完全跑不起来就很难受了 没错 上一波团战真的是拼了命的进到人群当中 把自己3D给带走 是 而且现在的话我们看到这边 GK做到的都是一个物理抗性的装备 对于法康的话也是刚刚才开始做 因为不止火舞这经济 所以你说的不是特别好 主要是现在全队法伤爆发最高的真的是太一阵人 我感觉 接下来的话可能也不止火舞 露娜的话经济还差的有点远 露娜现在是做出来一个梦魇之牙 法术输出的装备并不是很多 尤其是她最依赖的一件装备 痛苦面具 是没有做出来 没错 不过你看一下这不止火舞的经济 其实还可以 露娜这边进场 直接是两段跑出来 关于顶三个 但是瞬间被直接控制到击杀了 任何办法都没有 是的 夏天这边一个一技能是被吹开了 所以没有炸到人 再发吕布有点难受 留到 两秒闪现大招 炸三个 随便打断 吕布原地跳大 继续 露娜收掉莫死的人头 还有机会打翻打 又炸三个 炸了三个 继续一巴掌正式伤害 吕布一刀 直接带走了花木兰 还在打这边 后面的话没办法 吕布还要去秀 但是吕布现在是有一个 这闪现没中 一技能闪现没中 他的一技能只要一旦没中的话 附魔效果就没有了 这的话直接是带走了吕布 是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 也是放弃选择打这个主宰 真的 需要跟大家提醒一点的是 吕布这个英雄 在版本当中经过了一定的调整 为什么说呢 因为之前吕布是一技能 只要命中了敌方英雄单位之后 他这个附魔状态是一直都在的 但是现在的话呢 只要他第一下的附魔有 但是第二下的一技能空了的话 他的附魔状态就没有了 所以后面的话就没有真实伤害了 是 这也是非常尴尬的一点 看一下 其实夏天 夏天依旧是炸得很不错 一关团圆又是炸两次 然后 安宁先收掉了于青 但是这下的话明显感觉到 他以这人的话到这个时间段 其实伤害已经不够像开局那么爆炸 没错 所以的话第一时间队友跟不上 伤害会很难受 而且露娜这个点没有吸血书的话 确实比较难受 刚刚这边的话 小Z是一个闪现一技能想去挥刀 他是一闪 可是没有挥刀人 他主要是他一技能闪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错觉 就是一般使用吕布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真实伤害 脑袋上没有附魔的话 我不舍得平A 就感觉弱了很多 怎么着你平A要钱 就感觉弱了很多 是啊 就只要一技能没打中 我就可能会选择 有这样一个错觉 没错 GK这边往下压主宰 其实地形有水不怕 那这样的话 其实GK在刚刚那部团战打得有点险 确实有点险 一个不注意就容易被这个 翻盘打回来 没错 目前来说话 依旧是GK处于一个场面领先 是 7比12的比分 经济上领先了1000多 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IYR这边的主宰 轻得非常快 我们看Ending这边也没进过入场 想抢 但能不能炸到 还好是被 铝方的一技能打掉了 我刚才又感觉要炸到 这个推很漂亮 又推四个 有这个的话 范围有点广 GK这一波厉害了 但是来了一个满血的铝布 这个铝布能不能拯救世界 战神无双 被晕倒 好 这下可能大招落地 大招落地 回波雪 看一下张三 没办法 还是追不上 是 不过 还是个大残 这一手的话其实是 您换 这一换4吧 24 再加一条主宰 这个经济差太多了 是 亏到爆 我真的觉得我每次看这个太乙真好吓人 刚才又是 他其实被张飞吼到了 但张飞吼到 他的一技能不会断 而吼到的时候 还是往里面吼的 上一部团战 这个太乙真也是被吼到了 对 但是他的一技能是在吼出去的时候没有了 是 那这部团战不一样 刚才差点又炸到了 是 直接炸到了之后 真的毁天灭地 这个伤害太恐怖了 没错 大家知道太乙真人这个英雄 在经过了版本的改动之后 他的一个法强加强是非常高的 我是感觉什么样 就是这场现在YTG是大烈士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英雄这场 打得我有点感觉刺激 对 就原子弹一样 对 又出了个帽子 万一炸到一波真的不可小觑 不过照目前这个态势 GK很有可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率 不过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 对GK来说的话 意义很大 会意义很大 YTG来说到意义并不是很大 因为不管他赢还是输 其实他都是一个怎么说 第七里吧 哇 这个伤害太高了 这个竞技在里 全天这里复活起来 直接被击飞 被带走 康飞来到后把他吼了回去 对 主要太脆了 这边Andy的话飘不动 是 伤害并不是特别够 没错 双方现在的话有点疲软 没有到他们的黄金点 黄金点的话就在于大概15分钟之后 在不住后武装备起来之后 一扇丢过去之后露娜在进场 现在这个装备他们不太要守 是不太要守 而且主要是没有射手 你关羽要劈出去一刀的话 你可能被留住了 露娜也是无从 我们看一下这边 露娜瞬间半血 没错 这伤害吃不消 现在主宰先锋的压力非常大 旅元芳这边推塔太快了 几乎没办法挡住 没错 你看这边直接是不管里人 这时候旅部原地起跳 一下子炸掉了 关羽反对里面 找机会关羽转身几百万 顶回去看他们刚刚伤害 旅部滑一缩 打不死 现在受到旅元芳 这边有翻盘的点 这边的话 李元芳的一个一技能爆炸 炸了三个人 伤害太高了 本来依旧是一个拼尽全力斩死一人 一刀进场想杀这个关羽 太真 太真打到做起来 应该是血量非常多 没错 因为他有一炸 法强非常高 一炸 哎呦 这张飞危险啊 这一炸差点炸死啊 哎呦我天 这炮车伤害了 这炮车伤害有点低 不然就收掉了 是 都怪炮车 看这太真 其实大家可以玩太真 那时候试一下 我教你们个秘诀啊 嗯 你们放一个超级马力的背景音乐 哎 就我感觉 对 丝毫没有违和感 啊是吗 真的 你可以试试 好回去试一下 对 很大感 看一下现在双方的一个装备情况的话 确实李元芳这边的话 有点发育的不错 有点 就已经快神装了 这个英雄看着就感觉很刺激 不知道为什么 太乙震 现在马上做出一个法身杖 真的 真的有点吓人的 你这边做到吉安风暴 反正这场似乎GK想上高地还有点难 是 因为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经济上只差3000 比赛越到后面经济差的 怎么说 经济差其实就不是问题 尤其到了20分钟以后 其实差个两三千没什么问题 没错 甚至差5000都没问题 怎么说 我是觉得还是那句话 越到后期经济差的一个作用就越小 真的话黑暗暴君 哎呦这边也没什么想法 也确实不敢打 炒他的上路代线 没错 只要牵制住对你 只要牵制住你的一个人 其实这个暴君 我觉得他们就敢开了 对 这个是有什么感觉 就好比我今天说 九天 我今天出门兜里比你多一千块钱 你就感觉我真有钱 巴菲特跟比尔盖茨说我比你多一千块钱 你有啥感觉没有 对吧 上路的位置又压 这个话黑暗暴君回血了 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 他没回多少 郁青这个位置 大招刚才直接想留 露娜没留到 IYR这边是打了一个CD留 你看一下 他的冰痕之卧 也是拿掉了 身上有点痛 是 我看IYR这边出装是出了一个冰痕之卧 加那个暗影战斧 然后再加一个破甲弓 这样的话CD已经是达到了35% 而且郁青这里这张是起来了 这个莫子现在装备非常好 是 面具下件装备 法穿帽 现在主要是 你会感觉到不知火舞这一伤还差点 他的poke起不来的话不好打 哎 看这人怎么就倒了 你看这边露娜是无限连要飘起来了 但是感觉她会被炸死 换掉了IYR 但是这样变成三打四了 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下路的一个高地 也很危险 高地主要是中路这个高地不太要守 中路高就直接被破 我觉得YD就可以选择缩一下 这个出去的话容易回不来 是 主要是现在的话没有射手的话 确实手打会比较难受一点 没错 依赖高地的话 就太过依赖关羽的这个入场了 关羽入场入得好 团战就很有 有很大的机会 又一个梦魇之牙 是 我觉得没太大必要 对不对 回血也就只有一个 一把我觉得足够了 关羽战狗不出口 伤害起不来 没错 他没有法穿棒也没有帽子 全是功能型的装备 法强并不是特别高 对 我看这边小G有点危险 我觉得草操身上是有一个红buff的 这个大招我以为他要跑 就是个原地 他看到关羽在旁边 可能有想法去打一波 对面其实刚刚也只有两个人 没错 这个也不大好说 现在的话 JK的难题就来了 水晶应该怎么破 当时还好 我觉得他们的话 破水晶的方法就是 莫子poke完了以后 巴姆兰切进去 硬扛 然后张飞把人吼飞 于炎方点塔 是 但是 YTG这边的话 网组推的技能很多 要注意走位 就是对于GK来说 非常注意走位 一旦是被这个 太义针炸到一下 没错 后排就爆炸 而且GK这边 一半血 莫子告诉你 我是个远程炸 对 远程炮 这边他主宰掉血 好快速度 直接是带走了 没有办法 打起来了 打这个主宰是关键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4打4 YTG想撤 你这边被上了标 这边逃一下 但曹操追上了 小队这边估计要留不住 谁炮 冠旅步大招直接走 还有是有大招 直接带走 还是被一炮定住了 这边能不能追到曹操 二技能减速 巴姆兰赶到 大招复活 站起来两个人 续一波 直接中间一层屁下来 莫斯大招留住了对面的一个太真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YTG这边阵亡两人 闪现 直接进 步骤后舞 是带走了花木兰 那么这样的话 GK是存活四人 关键性的射手和法师都在 是 不过于清这一下的一个 炮的命中率是真的高 没错 这边追了一路没空过 我们看这一波很关键了 中路的兵线已经就位 不好办 感觉YTG有点守不住的感觉 好办 看下能不能把这个主宰先锋推出去 莫斯大招直接留住了关羽 还在强拆 一直点 那这样的话 GK没问题 恭喜 GK 2比1 带走YTG 让一拳二 拿下了自己 保级赛的希望 是 接下来就看DL了 DL了 门 4 2 4 5 人